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沙特国王萨勒曼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11月21号到22号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15次峰会 上述会议将以视频方式举行 习近平主席将在北京出席有关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 好 相关话题我们请示视频论员更新先生为大家点评分析 更新人中午好 中午好 更新人我们看到习近平本月将以视频的方式出席金砖APEC还有G20国际峰会 对此您有什么观察 其实还应该把昨天的上合会议 习近平主席也发表了很重要的讲演 提出了我们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大结构 就是健康卫生的共同体 安全的共同体等等 就把它更加细化的 针对现在这个百年变局出现的一些新变化 疫情的新变化 提出了一个新的构想 我觉得如果从本月初的这个美国大选开始到这个月底整个系列性的啊 整个的整个全世界呢 有这样连续的这么几个非常重要的呃 多边大多边的这样的重要会议 而且呢 几乎都是以元首级的大家的一个峰会啊 用这样的方式 呃 这些峰会咱们注意到了 除了有一种这个多边主义的 而且是新型多边主义机制的一个建设方向 比如说像G20是从呃 基本上这个元首峰会是在08这个金融危机之后啊 呃 那么就是这几年 差不多有十年左右的这个历史 其他的也都是冷战后啊 比如说像金砖和这个上河啊 呃 包括IPEC 就比如说大致都是呃 这十几二十年建立起来的 他反映了 其实就已经预先的反映了整个世界格局百年变局的一个新要求 就是说世界上的事情要所有的国家主要的国家啊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展国家 大家商量着办 共同来决定我们的发展和未来 呃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非常的需要 那么这个习近平主席可能每一次会都有非常重要的演讲 那我们大家都在这个近代啊 啊 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实现也是中国和其他大国的这些这些国家元首的一个元首峰会期啊 啊 那么这个时候需要中国发出中国的声音 特别是在百年变局这个时候啊 美国现在还处在一个转型的时候比较乱的时候 那么中国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这样的变局 怎么看待这个变局 中国是怎么做的 今后打算怎么做 以及对世界的希望和呼吁 中国在这个时候更加体现出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 为世界各国提出一个公共服务的这样一个方向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好 谢谢庚先生的点评分析 再来看到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12号发表谈话指出 香港特区立法会的部分反对派议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有关决定后 发动一出辞职闹剧再次表明了其与中央顽固对抗的立场 是对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的公然挑战 港澳办对此予以严厉谴责 港澳办发言人表示 这幕闹剧充分暴露了部分反对派议员为了政治私利而罔顾市民利益的本心 再次表明了其与中央对抗的顽固立场 实际上是挑战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解释和决定 对抗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 港澳办要证告这部分反对派议员 如果想以此鼓动激进抗争 并祈求外部势力干预 再次将香港拖入乱局 那是打错了算盘 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维护香港大局稳定的意志坚定不移 拨乱反正的决心毫不动摇 发言人并表示 注意到还有一部分被标签为反对派的议员 选择继续履行议员职责 这样的明智之举值得肯定 发言人指出 部分反对派议员辞聚闹剧 不会对立法会的正常运作带来影响 立法会减少了一些捣乱破坏的力量 只会更好地发挥建设性作用 港澳办希望留任的立法会议员依法履职 在防空疫情等方面更加积极作为 更有效地审议通过广大市民关注的 民生福祉方面的政策措施 与社会各界一道 齐心协力维护国家安全 从而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援 发挥应有的作用 富宏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中联办11号回应 香港立法会15名反对派议员发起闹词 指出这种所谓 那只注定只是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 不会影响到香港一国两制前进的步伐 香港中联办发言人指出 全国人大常委会 就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做出决定 香港特区政府随即依法采取措施 得到香港社会主流民意的欢迎和支持 发言人指出 15名反对派议员借此发起闹词 是以行动对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对抗一国两制方针是政治滥潮 他们的所谓注定只是断送自己政治前途 不会影响香港一国两制前进的步伐 发言人表示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第六届立法会依法继续履行职责 不少于一年后 反对派议员对于去留问题 一直百般纠结 反复无常 中联办注意到有消息说 其中一部分人是被裹挟的 整个闹词由幕后黑手操纵 这些人的闹词更加暴露出 他们根本没有把履行议员职责当回事 更没有服务市民的政治担当 发言人强调 他们幻想通过闹词打背琴牌 其结果只会是给自己制造悲剧 至于建人妄想以此在国际上制造影响 博得同情和支持 其实也注定是徒劳的 发言人指出 反对派一直能够通过合法途径 成为立法会等特区政权机构的一份子 有机会承担其理性务实建设香港的责任 在西方政治学中有一个忠诚反对派的概念 要求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参与者 效忠于现行宪政体制 可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 但绝不允许存有背叛国家的行为 可是少数议员违背誓言 不拥护不效忠 肆意破坏特区限制秩序 意图瘫痪政府施政 勾结外力干预香港事务 以及逾越政治底线 必然被体制所抛弃 发言人最后强调 毕竟长江都流去 少数人的行为 不会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贯彻落实 立法会的运作也会变得顺利有序 一国两制制度 必将越来越健全和完善 不好维持综合报道 针对有西方政客 指责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 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 予以坚决批驳和强烈谴责 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 合理合法 正当必要 有利于维护一国两制实践 行稳致远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指出 香港个别立法会议员违背誓言 不守规则 藐视法律 肆无忌惮破坏立法会运作 甚至还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形势主权 以及香港作为国家一个地方特别行政区的限制地位 祈求外国制裁香港 甘做外国势力的马前卒 与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为敌 铁证如山 不容抵赖 依法剥夺其议员资格 正当必要 天经地义 发言人指出 西方一些政客恶意攻击 诋毁中国 依法明确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的正义之举 完全是颠倒黑白 信口雌黄 他们搞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粗暴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再次暴露其为反中乱港分子继续劫持 揽炒香港撑腰打气的卑鄙伎俩 以及唯恐香港不乱的险恶用心 但他们是不会得逞的 发言人强调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插手香港事务的干预言行 必将遭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 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回击 任何人企图打香港牌 遏制中国都注定是死路一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 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 香港多个省级和乡社团呢 今天是举行了签名活动 启动仪式来表示支持 来自广东广西等16个省级同乡社团的代表 到场参加仪式 社团代表表示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是正本清源 对于一切损害国家安全和香港利益的行为 必须予以纠正 签名活动将一连四天在全港18个区举行 共设立大约3000个接站 更多消息 我们马上连线正在上环的记者 胡晓彤来了解一下 晓彤你好 晓彤正午好 晓彤刚刚我们看到支持人大决定 赤着四名蓝炒派立法会议员的签名行动 今天早上已经开始了 那现在最新的情况如何 好的 晓彤 正像你所说的大签名接站行动 其实在今天上午的十点中 也是正式的启动 那根据我们一直以来的观察呢 像我们现在所在的 对于上环文化广场的这一个接站呢 一直以来都是有市民前来签名表达 对人大常委会决定的一个支持 那么很多的市民在签名结束之后呢 也向媒体表示 他们对于这一次被耻夺了议员资格的四名 蓝炒议员呢 其实的不满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因为大家都看到他们过去一年的一些言论 是攻击外部势力 危害了国家安全 损害了香港的利益 其实这一系列的行为 都已经是严重的违反了基本法第104条 和香港国安法第6条 但是很多市民觉得呢 可能在今年复会之后呢 他们会有一丝的悔改 但是没想到的是 10月复会之后呢 这些议员包括一些反对派的议员呢 是仍然在议会呢 是通过一些无谓的拉布 甚至是不断的点算人数的各种方式 拖延议会审议 而审议的议案呢 其实都是关系到香港社会 方方面面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的改善 因为现在呢 很多市民都说 大家以为呢 现在在疫情之下 是应该大家同心抗议 去让香港经济重新复苏的一个阶段 没想到呢 还有这些吵吵闹闹的议员 在议会里搞事情 所以说呢 希望这一次人大朝委会的决定呢 可以真真正正的还香港一份安宁 让一国两制呢 可以重新出发 那么这一次接战的行动 就像你刚刚在新闻片中也提到的 是会一连四天 也是到今这个星期天来结束 在全港18个区呢 会设立约3000个接战 从早上的九点半到下午的三点钟呢 来投入运作 那么市民都可以选择自己方便的接战 前去呢 表达自己的支持 那么除了接战的行动之外呢 其实很多的爱国爱港的团体 还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 包括一些网上的调查 和网上的签名 让市民可以通过不同的平台 去表达自己对这一次全国日大常委会 决定的支持 好的 谢谢小彤 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11号表示 俄罗斯已经拥有现代化的固定 以及移动的战略和力量指挥和控制中心 而且安全级别非常高 普京强调 鉴于当前的地缘政治风险 俄罗斯将会进一步致力于 把俄罗斯战略和力量现代化 显著提升其所有的组成部分 普京11号与俄罗斯国防部 联邦部门 以及国防企业领导层举行会谈 他透露俄罗斯战略和力量 新的指挥中心建设 已处于最后阶段 他指出 要在战争条件下维持控制系统的工作状态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系统的生存能力 普京强调 战略和威慑力量的指挥控制系统 必须像AK-47步枪一样简单可靠 他说 过去几年 俄罗斯为了使战略和力量维持高水平 做了很多工作 已经把固定及移动指挥控制中心显著现代化 增强他们的分析与运作能力 包括信息提供 监控和态势分析 普京在稍早前一次会议上指出 在特朗普任内 美国撕毁多项与俄罗斯签订的军控条约 并大力扩张其核武库 持续侵蚀控制大杀伤性武器的国际机制 俄罗斯因此也要提升战略核能力 限制美俄两国核武库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将于明年2月到期 但现在无法确定是否续签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休息一下广告 回来有财经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来看到股市方面 亚太区股市今天走出了分化行情 日本股市午后涨幅收窄至平盘的上方 台湾股市则是小跌0.1% 韩国股市下跌接近0.4% 内地互升两市双双高开 但随后走出了分化行情 互指中午报3335点 下跌6点 跌幅0.2% 半日成交1758亿人民币 深称指中午报13775点 上升54点 升幅0.4% 半日成交2677亿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高开182点 逼近周二创出的4个月高位 之后回软 腾讯公布季度业绩前走强 半日上升超过5% 横指中午报26122点 下跌104点 跌幅0.4% 内地电商每年的11月11号 发起的双11购物节结束 阿里巴巴旗下的电子商贸平台天猫 录得超过4900亿元人民币的成交 按年增长26% 内地大型电商阿里巴巴旗下的天猫平台 在今年11月1号到11号发起的双11购物活动 累计商品成交额达到4982亿元人民币 与去年相同周期比较增加了26% 升幅是过去三年来最大 在最高峰时期 一秒内曾经接到超过58万张订单 不过这是阿里举办双11购物节以来 首次没有公布11号临时过后的实时成交数据 天猫的数据又显示 今年双11购物节中超过470个品牌的成交额超过1亿元 同时有超过30个通过直播的推广成交额超过1亿元 淘宝天猫总裁蒋凡表示 中国在疫情后非常强劲的消费复苏 为产业贷提供了舞台 至于另一家电商京东 在双11购物节累计录得2715亿元的订单 比去年增长三成三 另外中国国家邮政局表示 11月1号到11号期间 全国邮政快递企业 共处理快件39亿6500万件 当中11月11号当天处理快件6亿7500万件 按年增长超过26% 再创历史新高 国家邮政局预测 11月11号到16号期间 快递业务量将达29亿7000万件 按年增长大约28% 日均快递业务量达到4亿9000万件 大约是日常业务量的两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澳大利亚农业部表示 已经接获中国海关总署通知 暂停维多利亚州的原木进口到中国 澳大利亚农业部指出 中国海关表示 在检出林木害虫之后 通知澳方从11月11号起 暂停来自维多利亚州的所有原木进口 而在一周前 中方也已经暂停昆士兰州的原木进口 澳大利亚林业产品协会表示 拯救事件向中方寻求更多细节 而农业部也正和维多利亚州 木材行业合作加强原木的处理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澳方官员上周对400家出口商发出提示 表示出口中国的商品近期出现延迟通关的情况 可能会造成商业损失 美国制药大厂辉瑞日前宣布 研发的新冠疫苗有明显进展之后 公司股价急涨 但是公司的高层却称高减持 辉瑞周一公布疫苗取得进展之后 股价最多上升接近15% 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 辉瑞行政总裁布拉在当天出售超过13万股 每股平均作价41.94美元 套现接近560万美元 首席企业事务总监苏斯曼同日也抛售股份 套现大约180万美元 辉瑞表示这些交易只是有关高层的个人财务计划 并早于去年底就获批 当股价到达某个水平 他们就能够出售持股 并强调布拉目前持有股份 比薪酬仍然高接近8倍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曾经表示 在疫情不明朗期间 公司高层减持会带来不好的观感 在台湾为了加速本地生计场 研发新冠疫苗的进度 官方疫情中心的11号是公开招募 第二期的人体临床试验受试者 一共2万人 每人可以领18000元台币的补助金 登记首日就已经有近万人报名 但是一切提醒参与疫苗实验 具有风险 台湾有三家生计厂正在研发 新冠肺炎疫苗即将进入第二期的人体试验 为求严谨 每家至少需收案3500人 官方疫情指挥中心11号公开征求2万人参与受试 并提供车马费和营养金 共1万8000元台币 一天内有近1万人报名 应该可以试试看吧 为什么想试试看 因为一定要有人去试这种东西 就是以疫苗流程来说 他一定要做这种大人口的 那个叫什么的 数据处理 才能确定这个疫苗能不能用 感觉这样可以加快整个疫苗的进度 那既然自己还蛮健康 就可以参与这个项目这样 我还不会想当受试者 可能会等疫苗确定是 比较没有问题的 我再来当试用者 或者是直接等正式的疫苗上市 官方提醒 如果是病情不稳定的慢性病者 免疫功能低下 或患有免疫系统疾病者 最近一个月内接受大手术者 处于癌症疗程中 或即将接受治疗者 以及尝试受孕 怀孕或正在胃母乳的女性 都不适合登记施打 任何一个新的疫苗出来 施打的人 我们都希望是健康的人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小毒 不管他是活的死的毒 打进去 他就是希望一个小毒 诱发出你身体的抵抗力 但如果你身体本身抵抗力 就比较脆弱的 那这个时候 你根本诱发不出来的话 反而就造成致命性的危险 由于台湾新冠肺炎疫情稳定 医师也质疑 这些受试者施打疫苗后 即使有了抗体 试验单位也没办法观察成果 呼吁官方必须再清楚说明 富汗卫视张绍兵王世凯 台北报道 11号晚间 一名在台湾大学 攻读硕士的大陆籍 无性男学生 无故失联 朋友在网络社群发文寻找 学校是发现 男大学生将自己 反锁在宿舍内 通报警方破门而入 但是他已经死亡 台湾高等教育最高学府 台湾大学发生 大陆籍学生亲生悲剧 11号晚间 有学生在网络发文指称 无性陆生在台湾大学 攻读硕士 疑似留下遗书后失联 判同校学生到宿舍找人 学校接获通报 发现男大生将自己 反锁在宿舍里 报警处理 警方接获学校通报到宿舍破门 发现学生已经死亡 经过查证 确定是一名来台求学的 大陆籍学生 台湾大学事后发出声明 证实不幸消息 同时联络陆生就读的系所 以及他在台湾的亲戚 协助处理后事 台湾教育部也致电关切 据了解 26岁的无性陆生 父母都在大陆 独自来台 就读法律相关系所 警方搜索现场 发现他留下文字 成因长期失明而想不开 也希望外界 不要对事故多做臆测 凤凰卫视 卢冠飞杨文尚 台北报道 第三十七届东盟峰会 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 12号在越南首都河内开幕 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会议以视频的方式举行 越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阮富仲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他表示 今年东盟成员国首牵手 团结应对挑战 关系更加巩固 越南政府总理阮春福 致开幕词的时候表示 本届峰会将建立 东盟地区医疗物资储备库 通过东盟公共卫生 紧急情况战略框架 并签署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本次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 将分别在 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 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以及东亚峰会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将会以视频的形式出席 并发表讲话 感谢您收看 凤凰五件特快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愈 期末正 irgendwas заieri 損撞 攻击 扇 by bwd6